日前,甘肃省疾控中心收到了8000个医用防护口罩,9000个医用防护乳胶手套。 这是中东中医药学会会长,匈牙利东方国药集团董事长陈振,组织当地华侨定向捐助的防控物资。 这些从东医区匈牙利出发,爱心传递万里之遥,抵达东巴区中国重庆,最后转运蓝州,历经三天窘途。 由于匈牙利当地快递公司停运等因素,物资无法及时顺利发出。 几经周折,在甘肃省外事办、甘肃省卫健委等单位的协调联系下,先通过海航布达佩斯至重庆航班抵达重庆,再委托重庆市甘肃商会机场接货,最终由重庆飞往兰州的航班转运到达。 匈牙利有7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基本上都是在晚上进行的。 所以其实前面去世费劳也很多的周折,我觉得物资来得很不容易。 我以前就是一个工作者,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辛苦。 我看哪个画面我都觉得我挺感动的。 重庆市甘肃商会驻甘肃办事处主任严战均向记者表示, 借到家乡的防疫信息,外面的龙元儿女都义不容辞,全力帮忙。 防控物资到达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后, 重庆市甘肃商会的不少人都用私家车帮忙装载货物。 因为甘肃不通行,所以就只能在重庆中转。 重庆又没有甘肃省政府的办事处,所以中转的整个工作就由商会来完成。 我们接到指令以后,因为我们都是在重庆的龙元儿女, 我们接到了家乡的指令,然后我们抓紧一切时间,排除了一切困难。 自新冠肺炎发生以来,甘肃省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各类药品和防护用品需求不断增加, 防控物资告急也牵动着海外华侨华人的心。 甘肃省疾控中心后请保障组负责人马晓东谈言, 此次得到匈牙利华侨华人防控物资的援助万分及时。 新冠的确认,检验确认的符合工作都在由我们省疾控实验室最后确认。 现在我们的人员就是进去一趟,除了实验停歇以后, 中间不出来,包括吃饭,包括上洗手间,都不出来了, 都是用的,甚至用的纸尿裤。 所以,首先还是感谢陈教授和其他的人员给我们在紧急的时候提供的这些物资。 据了解,作为中医在欧洲推广的探路者, 2006年,陈镇带领团队与甘肃省卫健委合作, 共建了匈牙利齐皇中医药中心。 此次陈镇得知甘肃防空物资紧缺, 主动联系并在当地组织募集爱新物资。 这批物资也饱含着匈牙利华侨华人对祖国深深的爱。